三場四班千驗的短途賽事 23元大掩8號的赤壁武士準備 開閘時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埋欄位置明興寶寶 大外黨秋月春風 中間柳德輝湧戰赤壁武士 外面危險威龍賣便金槍俠 最後多小千見赤膽 後一陣馬 尾四是白玉海船 尾三珍珠黃尾以日月光華 遙遙包尾是名之出擊 過800米斷柱 秋月春風帶頭 中間柳德輝 外面三疊望空 赤壁武士藍武 內蘭第四位 明興寶寶 中間是這隻勇戰 在外面危險威龍 後一陣馬 內蘭還有赤膽 中間是金槍俠 後一陣有白玉海船 日月光華 珍珠黃 包尾明志出擊 入徵最後直路 秋月春風貼欄仲佔仙 中間位置有這隻柳德輝 赤壁武士也追緊他 中央金槍俠 亦上來 最出是這隻勇戰 最後200米 內蘭還是秋月春風 金槍俠幾個戰武 已經將他追過 中間還有赤壁武士 大外擋珍珠黃 亦追上來 最後100米 金槍俠已經拋掉對手 贏了這場賽事 第二名的馬 外面珍珠黃 中間第三日月光華 第四就是赤壁武士 金槍俠 金槍俠一直跟著內蘭的位置 經驗真的靠為豐富些 結果在中央追上來 有少少片進去 結果都大勝對手 珍珠黃後面追上來第二 日月光華也追上來第三 金槍俠 金槍俠 彈掉了就贏了 二三名都是冷門的 那些熱門都沒有了 最後的獨贏有85元的 跑第二的就是珍珠黃 第三又去薄保力 日月光華 最後成為大熱門的 果然都是一放難流 結果只能夠跑回第四 車壁武士 轉彎都見他走著三碟 接著這隻就厲害了 這次背上輕磅 人那麼遠 中間這樣 七八位 接著是大熱門 對 好 最後不是大熱門 接著是次熱門 用箭 大熱門比較可憐 沿途也頂了三碟 對 裡面的角能 有得揮 這隻真的補出來 想不到影響了這場賽果 他就是覺得你好像欠他錢一樣 不斷頂著二碟 像阿水馬齋都說 哇 莫雷拉都已經看一看裡面 我是誰來的 他不讓你 沒有辦法 那我沒有責任要讓給你 對 對 我也要爭 最佳名次 只不過是時也命也 你本來那隻樂翠 根本都沒有那麼快的前速 你補他有得揮上來 剛剛就在你裡面 你都沒有他負 他有這樣的速度 放在前面走 變成三碟回來 只有一個耿頸 後面追上來的 變成全都追得好 金槍俠 日月光 珍珠旺 扔到好出這樣追 每隻都後追 這場都追得好 這隻冷門 我們都有家庭觀眾選中 不過就 可能跟他的想法有些不同 初來想著珍珠旺 在前面 他想著試雜在前面放 沒有機會放回來 但其實他 可能九檔 都是選擇 較為稍稍留住的方式 但反而也跑得不錯 這隻冷門 有進步 上一次他跟馬 剛才紫健也有提 跟馬走 有點亂了 這次追得真是不錯 上一次我都記得紫健 好像有選擇他 對珍珠旺 他今天走一圈出來 其實也有些緊張 珍珠旺 他還是扭桌連計 那些年輕馬 要再成熟些 可能再好些 出集慢了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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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些 烈蝦角蘭那隻 狂騎 那隻 由得輝 安國倫那隻很快 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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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 それで 你一定是3點 你也不能縮到後面 除非別人放棄 你 然後他俑箭 前方 湧箭的位置比他好很多 但你回來後 besser 金槍俠說跟著勇箭跑 勇者有Cover,在那個位置刪圍 金槍俠說小粒仔,揹著超輕的表現都不一樣 嘩,珍珠王,其實飛得很出 秋月春風,今天擺回前面走了 路都是威勢,但最後還是頂不住 以為按住那邊好像大把那一手 到最後三拍才開始騎,其實沒有的,原來只有這麼多 珍珠王,今場捕捉,正常回復,走得順便衝得好 金槍俠也有點內閃 福報員發採作實,跑頂一名十二號,金槍俠 隊員派85元,位置派21元,跑第二名九號,珍珠王,位置派49元 跑第三名六號,日月光華,位置派166元,連任位9元 細節職員送早約六號,起床、紅毛火,位置派166元,位置津 本頭出發,去後延估,前捷捉,衛發實 各種的大流星,西方出發,去後半年